HORUKA 我怎麼一個人往外走 我這把超級無 我來找他們的 很多人給你看見嗎 我這把超級無 你來你來出出來 哎 不刀人哪 雙手插的先來個1.0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2.0 我 跳起來打警長刀的小橙子 那麼 步步跟燦燦怎麼死的 我不知道我在那個 教堂裡面刀的啊 當時新人節是在教堂外面 然後教堂裡面有EBZ 有 寶公公有 還有誰來的我忘記了 我刀的小橙子 我好歹雙手插都掛 OK 那就是視角問題 我這邊的視角 我在教堂正中間 我的上面是王爺和七仔在 左邊是寶哥 其他信息沒有掛 好的 OK 七仔負責在哪 七仔負責跟叔叔還有 重空負責在一起 然後叔叔一直是跟著我後面的 然後這一刀的確是叔叔開的 開的有點快 有點快 但外座位的波波跟燦燦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的 然後旁邊有寶公過 還有一個是誰 沒猜注意 好吧 信60%過 先發言 當時我是站在那個飯堂 下面那個柵欄那個地方 我是看著右邊有一群人 步步出去跑 對吧 我說你為什麼去那邊 步步你反著跑 七仔負責應該聽到了 然後走過去的時候 豬豬公主手起刀落把他嘎了 前面 餐餐在前面 往餐餐前面去的是誰呢 孫悟空 那麼豬豬公主和孫悟空為雙狼 先頭豬豬公主在我臉上 刀了步步步 想擋雞腿 芒果在旁邊 如果芒果打我的話 狼芒果也為壞 先全票打飛豬豬公主 過 不不不你先聽我說話 我是惡魔獵手 你看 我是惡魔獵手 然後當時是這樣的 我跟芒果在那裡拉扯 旁邊路過的是猴哥跟步步 完了之後 我突然我的視野變黑了 我直接刀了 離我最近的一個 我剛準備報警 蘇蘇拍的警 對不對 然後但是呢 因為我想到了烏鴉 腐化人是有延遲的 那我刀的步步 我看了就是 因為先說我 我刀的離我最近的是步步 步步是後面來的 那我現在懷疑的是誰 是貓不吃芒果 他是那個腐化我的烏鴉 所以這把出誰出貓不吃芒果 過 呃 烏鴉腐化你刀了一個步步 沒聽懂啊 反正我這邊只能保小寶 我復活 我拿下東西 然後就在那個教堂走廊上沒動 然後和小寶進了飯堂 就看到叔叔到人那一幕了就沒了 插兜子嘛 那你就插一盒 然後珠珠惡魔獵手上來這麼快嗎 就到處碰瓶子 喔烏鴉 那個喔 我能懂了 那看你們認不認這兩刀嗎 恩傑點票了 我訂後面歸票位嗎 過 恩傑肯定是點的珠珠公主嗎 但是在我的視角裡面 至少好哥一定是壞的吧 對吧如果按照希恩姐的這個視角和邏輯的話 我覺得掛珠珠也沒問題 聽猴哥怎麼聊過 一派胡言 為什麼我穩定就成壞耶 我天哪 一開始啊我復活 我在那個公墓那個位置啊 按希恩那個說法怎麼怎麼就 我就肯定就壞了呢 我就不太明白了啊 我在那個公墓那個邊 然後好像是旁邊好像是有叔叔我記得 然後往下走 往下走 呃最左邊在教堂那個位置有 就是教堂和那個公墓位置不是隔了一道牆嗎 牆呢就左邊有希恩 然後珠珠在那裡 珠珠說了一句 我的這把這個身份很重要 然後布布在旁邊 然後芒果在旁邊 然後珠珠開了一刀 珠珠開了一刀 珠珠開了一刀以後 叔叔拍的景 拍的有點快 我還以為是珠珠拍的景 你知道吧 那在我這裏 那寶公公這樣實在我 我直接全票打配寶公公 希恩還能說是 懷疑的可能還有點道理 但是寶公公完全沒有道理 你知道吧 這把好人不要亂打兄弟們 叔叔他說他雙手插頭 目前現在沒有人出來打的 對是不是對 然後珠珠這一刀 他說他開完了 他這刀無折刀 芒果在我這兒其實啊 他也像好人 為什麼 因為有屍體 他第一反應是往屍體那邊走 對吧 他不是說往我這邊來跟刀 所以芒果應該也是好的 那麼在我這裏 寶公公一定沒鐵壞 這事不對 遊戲結束 好人不要亂打 過 OK 浩子發言 首先第第五 我是復活在藥劑室上面的那個 拐角處的 犯罪小巷的拐角處呢 我在那兒復活 復活了過 我聚了藥劑室 在藥劑室裡面做一個 倒水的那個 就是瓶子三個瓶子按順序倒 我倒了兩次都沒倒進 有點懵 然後呢 我聽沒有見到任何人 那我聽一下王爺 揮票吧 對吧 芒果他不是剛剛也是在交點餵嗎 對吧 我聽一下王爺揮票 過 新恩點踩珠珠跟猴哥 對不對 然後你珠珠直接就是推的 你這樣你猴哥在這邊的話 把小寶這邊認定他為狼 新恩這邊也是點踩你們兩張牌 對不對 你你珠珠要保自己身份的話 你不踩猴哥 你踩一個烏鴉出去 你這把不出一個狼 所以在我這邊的話 那你珠珠這邊的話 身份肯定不做好了 好吧 我這邊會掛珠珠 留點時間給芒果 這邊過 我說一下先出珠珠 好 因為吸引您點票了 珠珠跟猴哥一定做成雙狼 為什麼 因為珠珠他敢在我臉上動這個刀 當時猴哥就在邊上 他為什麼敢動這個刀 只能是珠珠和猴哥做成雙狼 不然他不敢動這個刀 而且猴哥這一輪他什麼發言 他其實說他這把要歸寶公公 寶公公是一張點人的牌 你要歸得先歸西恩 我惡魔獵手啊 芒果王也都是話 你們看看 有沒有人會看惡魔獵手 誰點我一票 誰點我一票 好傢伙四個七票 我點的 你為什麼點我一票 你為什麼踩我小寶 你為什麼踩我小寶 哦 行 為什麼踩你小寶 我讓你知道知道為什麼 我讓你知道知道為什麼 啊 你沒了呀 他知道 不要刀人 別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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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猴哥在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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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刀 我说一下 有人混刀了 但我没看清楚是谁 有个人在我们人群当中混了一刀 反正这把 我直接归票 我先归猴哥 我也不知道被混刀 应该是王爷死了 反正当时刀了俩 我本来我报警 我报得很快了 但是还是慢了一点 反正先把孙悟空出来 我过来 死了俩 刀了个链子 但我没看到谁刀的 但总归先出猴哥没问题 先出猴哥是没问题的 第一轮的时候 王爷七宰在宝哥 他们都是在我的事业里的 排下来的话 只有猴哥公主和猴哥 过 西恩发言 首先浩子做了好人任务 然后呢 报警前一刻我往走 我们那里人 王爷好像是爆开的 懂我意思吗 先出猴哥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呢 猪猪公主围囊了 因为当时往右边走的时候 他们是一群人在那聊天 并没有猪猪公主去捡那个瓶子的冲动 没有去捡那个瓶子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大概流浪 所以先投猴哥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餐餐他们餐餐猴哥 猪猪公主不不不 他们是在右边聊天的牌 餐餐走第一个猴哥跟着他 猴哥应该是动了餐餐这一刀的人 不 那先出猴哥吧 对吧 浩子上一轮是说任务没做完 他这轮又做任务了吗 他出去看清楚条吗 先出猴哥 人群里面 叔叔不可能混刀吗 恩姐这采狼不可能吗 芒狗 你们说他是乌鸦 至少他是个报警卫吗 对吧 哎呦 哎呦 卡弹了出猴哥 先出猴哥 进去再聊 我一个人倒上 兄弟们 真是王爷死 七代代死 铁甲小 小毛也是 我一个人倒了三爷 整个啊 我刚刚从左边过来 然后收火刀的 行 兄弟们 大忌 坏了 我忘记点票了 哎呀 啊 回来 有号 完了 真是坏 完了 我没有看到上面那个镜头条 还好我没出去 号的绝对的铁坏 我咋觉得这个G有点 号子在上网上边 哎 右边 停不来了 呃 我对话中立啊 是这样子的 就这个拉铃已经用了 我擦个平的 我就得碰冷了 因为左上角 擦个平的没剪刀 号子是张狼人排 这仙人姐刚刚也盘了这一点 在板下的时候盘的 好吧 就仙人姐能说号子是张狼人排 那我觉得仙人姐大概是个好 呃 我觉得上两轮死那么多人 我觉得蹄虎应该还在场 啊 所以我估计另外一个中立应该也在 那可能现在场上是呃 乌鸦加蹄虎加两个 好吧 就我觉得你乌鸦这把怎么的也得控个场 因为你不控场 我们这拉铃也拉了 就反正你后面也 我估计你也打不了 你不好打的 因为场上狼人多 你肯定是没法搞 好吧 就我反正这边是张好人排 我要先出孙悟空 呃 孙悟空猴哥他其实能踩的话 最多就踩我是个蹄虎 当然你们已经踩我是个乌鸦了 啊 就你再怎么盘 我这把我就算你要爬 我盘这张乌鸦排 那我这张票也很关键 而且我上一轮我是点猴哥的一张牌 所以你盘不到我是乌鸦 好吧 先出猴哥吧 就不要听他说 他肯定会说要先出蹄虎 我过了 但其实上一轮那一枪 我很奇怪 为啥会居空啊 想让我紧张双岛 我不知道 反正先出猴哥 过 先出猴哥 然后浩子也是有问题的 进度条并没有长 过 呃 首先 我们这个地方有蹄虎乌鸦 就这两个钟里 对不对 先出猴哥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算完我的问题 我没有看到上面过 那上一把我看一下 上把恩姐没投好票 先出猴哥提务还在 先出猴哥吧 那还是得先出狼啊 出猴哥吧 叔叔有刀进去再说吗 为什么 先出猴哥吧 啊 说的没什么了 这耗子应该也是 不要不耗时提务吗 不确定啊 反正弄条没有先出猴哥过 出啊肯定没问题 但是 但是 你们看啊 现在你拉铃已经用了 厂上唯一带到输输 谁是蹄虎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对吧 所以蹄虎 我跟你说 你只要把这个输输给他炫了 趁他不注意 啊 注意在 嗯 在好人堆里边 你只要站住脚 肯定是没问题 好的 你能懂吗 过 藏不住了 我就是蹄虎 怎么呢 呃 我人群周困吃了一个 上一轮 还可以 味道不错 我留到最后投票 好吧 你只掉地上了 我觉得你不是蹄虎 会那那一只要吃个蹄虎 那你一只要吃个蹄虎 你分票 谁是蹄虎 那一逼雷是蹄虎呢 谁是蹄虎 我是蹄虎 哑蛋 宝哥 哎呀 我认为你要装一手 我演恶魔恶魔 我装恶魔练手呢 我还以为18的恶魔练手呢 把我打断 出来看死掉的餐餐室 那也没人跟我装身份 是啊 我这18的文具在走恶魔练手 没忍住吗 还是吃了对吧 呃 灰娜娜吃了我 好吧 出耗子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耗子其实你如果 不跳出来的话 我会认定你四张蹄虎 你知道吗 因为到最后面想分播票嘛 那蹄虎 他肯定是 引则是收益最大的 跳出来 分出播票的收益不大 你知道吧 而且那个票型是两郎 一蹄虎在场的 出耗子 啊 过 那没办法了 裂开了 这连环杀手真的 太灯了 全程照不到我的那个对象 裂开 进 过 那出耗子应该结束了 好吧 我这把是个 长寿牌 我是长寿答辩 反正我等我把票据点了 我过了 他咋没的 那乌鸦是谁啊 他想吃我 他想吃我吃到EPC 那乌鸦没了嘛 那就是乌鸦没了 我感觉我再不好身份要双倒了 我再不好身份要双倒了 我再不好身份要双倒了 错了说是 哎呀 帅的 没事 娜娜群城划死 这宝 去哪个小宝是恋子啊 本来觉得自己一定出去了 我说怎么把上死那么多人 哦 这样 赌一下 哦 这样赌 赌对了就出不去了 半哥变摩托 本来讲 你不来半场出去吧 死了吧 哼 我正在你隔壁啊 哈哈哈 哦 哦 哦 我是鹅 你是鹅 呃 我是好 这边可以进来吗 我也是鹅 我也是鹅 两只鹅 我不是鹅 我不是鹅 我做的任务 谁是 叔叔和谁是 叔叔和谁 还有谁 还有谁 我看到了 芒果刀的猪猪 呃 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我们教堂 左上角 我是一个人在犯罪小巷复活 我看到我广场下面左边 有一个箱子 呃 可以做任务 这时候我遇到布布 还遇到芒果 芒果是一个人去单走的 我和布布走到那个 广场这边的时候 我说我做个任务 然后我就听到大家喊 叔叔是鹅 我说行 我说叔叔我做好人任务 呃 等一下你们可以出去看进度条 这个时候 大家都在 一堆人都在左下角 那个教堂的门口 在那边 呃 一群人在那说话的时候 我看到了 猪猪公主慢慢的挪到 广场的时候 来的个 橘色的芒果 把它刀了 全票打飞这芒果 过 嗯 西安发言 我出生遇到了七仔仔 七仔仔跟着我去了饭堂 然后呢 这一轮 我能把布布站在下面 然后呢 还有七仔仔动不了这一刀 为什么 当时我还让大家 我说 别 抱团容易被混到 就拍进来了 参参的点彩力度很高啊 好吧 他是做了一张 好人任务 出去可以看进度条的牌 我我也会出芒果 当时我是在教堂的下 就是左上角 我也看到了参参 上去就报警了 他这个力度很大的 芒果当时我是没看见 但是我是看到参参是毫不犹豫从上去报警了 这个肯定正好 那你芒果为什么开这一刀 你不报警 那肯定就是你了 我出生在的是医院 然后是跟王爷 啊 跟叔叔一起啊 没别的信息过了 呃 我复活来了饭堂吧 然后叔叔说是鹅 但是刚才是不是还有个人说是鹅呀 他板子有两只鹅嘛 就是我不听 我不太清楚啊 我刚才就是听到叔是鹅 然后我应该是在叔叔的右手边 然后 参参这个力度可以的 那这把就出芒果 芒果啊 然后还这鹅是谁啊 你们聊一下啊 两只鹅我有点 不信啊 过 ok 我和王爷小陈子一起复活的 啊 但是我这一把指认一个贴好 那就是王爷啊 我跟他一直是在医院这边对身份 然后小陈子的话是来回的跑 啊 我指认王爷贴好 我可以 应参参的先出芒果 过了 这轮肯定是出芒果 应该是没啥问题 虽然我没看见啊 到底是谁到的 但是参参点彩力度 应该是非常大的 呃 叔叔说的是鹅 那他上来就包个 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那另外一个 是 是谁呢 我没听见 另外一个那个那个鹅 啊 我觉得可以说一下 嗯 没太听见 再来我们听一下芒果怎么说 过 浩子发言 之前我复活了过后 去直接去了教堂 看见了叔叔和猪猪 叔叔自暴是鹅 然后呢 猪猪公主刚刚在他旁边 然后他是鹅 我跟在他旁边 全程站在他 然后最后的时候我被孵化了 我记得当时 在我旁边的 除了叔叔之外 就是猴哥和EBJ 然后呢 EBJ 他 反正他俩其中有一个 我感觉大概率有一个是个乌鸦 然后而且再加上这个EBJ 他那个发言啊 不对呀 他那个发言 我说实话 什么两个鹅你不信 上一把 出现鹅 我是鹅的时候 猪猪就是鹅呀 什么时候鹅 你单独出现过呀 我说觉得EBJ的发言很不对呀 他当狼子 他当坏坏的时候发言太夸了 反正我觉得要投芒果 过 王爷这边发言 除了这把 除了要投芒果以外 我这边放不下的两张牌 一个是小陈子 一个是EBJ 好吧 听前这位发言人来讲的话 好吧小陈子这边的话 我是觉得你要做一个好人 就三个人一起出生 你还能把人给记错 你看看小宝记错了吗 没记错 因为他是好人 他肯定要记住我们 当时有那几个人 对吧 你这个都记错了 你这个生活可能不是很好 好吧 先出芒果啊 我这边过 我先说一下 是这个样子的 我直接拍了吧 我是让链子拍 好吧 我是个狼链 就是我的链人可以直接弃票 可能票还够 大概是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餐餐 我不知道他什么状况 他猛踩我 但我没有动这一刀 那只能说还有个隐形 好吧 但我是个链子拍 就我的链人得保一下我 是吧 直接跳过吧 呃 应该够中立站开打 好吧 我们中立跳跳过 应该是跳跳过的 开始跳过的 都有这一东西 。。。 走 我还是跳过 对吧 有点 有点 还会有点 我听说 啊 你 野 也一个来了 好 往野 老虎 等一会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 搞猝那么上去 哎 哎 四叔 neighbors 叔叔 berk 叔叔 坐坐坐 line 等一下 宏哥 宏哥 SM vide 一不对 宏哥小痴 muchísimo 宏哥小痴子 我小孩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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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宏哥为你对手 마�ふ 我给你说事情是怎么样 哎呀我真的服了 这个呃我想一下 上一把是芒果刀了猪猪公主 被出出去了 他没有贴就是没有站在尸体上 不动 大什么信徒啊 新信徒不是大信徒 新信徒是可以站在尸体上 站着不动 他可以分解 然后猴哥就站在尸体 我们一起过去的时候 有个R键可以报警 在我回去 我发现可以报警的时候 来不及的 他已经分解完了 小橙子是站在他旁边 帮他一起挡尸体的 所以我罗典两郎 孙悟空是新信徒 小橙子可能是大祭司 反正这两个随便出一个 呃 反正他们两个动两刀了嘛 一个是王爷 一个是不不不 呃可以先出 先出小橙子吧 猴哥好像是分解的那个 可能不是呃不是 就他就是新信徒 小橙子应该是大祭司 我们可以先出大祭司啊 出小橙子过 呃 西恩发言 参参上一轮 就直接点采了芒果 他的 而且他还做了好人任务 我上把 我是直接说的 出芒果 我采得很死 然后这一轮 已知你不不不 说我是乌鸦的情况下 我跟着你和七彩 我不去找人贴吗 我还全程跟着你呢 而且我身份已经给你们报了 你们要是坏的 坏蛋你就把我身份递出去 好吧 我不报 过 也好啊 也好啊 我刚当时跟猴哥啥也没干啊 就搁那最身份呢 结果参参一重上来 就搁着说 啊我俩有问题是吧 你这还没上来 你就说我俩有问题 你还说你能看得到阿健 你在那个 下面冲上来就立马说我俩有问题 你还阿健呢 啊全票打为这个参参 你上你深水倒过狼是吧 过了 怎么可能去打餐餐的小橙子 他两轮报警卫啊 他两轮报警卫他是狼 是不是 那我就这样说吧 好吧 是吧我中立我去票 上面把我投你们的狼 是吧 T虎应该还在就 王爷那发言我感觉有点不像T虎 我不不不确定啊 去票吧 T虎在你就出不去 T虎不在 那就各安天命 是不是 呃你们自己看吧啊 过 ok那就是小橙子的过了 哎 那个 只能去票了 没办法 王国我们队友 就那么 乌鸦大哥 能不能给个面子 这轮如果带苏克兰 游戏结束 啊 没人刀了 投小橙子 没人刀了 小橙子是我队友 我哥我气完了我气了 我气了看看没办法 那T虎没了 所以两狼一提污签 是一狼一提湖一乌鸦 是你们18的必是那个乌鸦 再刀了去把他刀了 对对对 提湖没了 啊 提湖好像没了 谁啊 谁啊 我下面这个人不说话跟着我 啊 我被定住了 我被定住了 说话 喂 你是中立吗 等一下啊 我想一下啊 就是 因为我觉得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好带 所以我拉了0 然后有一个猴 猴哥是那个定狼 18Z是那个定提湖 我是一个做好人任务的任务牌 叔叔是鹅 然后 呃 我想一下啊 如果说要开提湖 只能开在小宝 会那那七宰宰 耗子是什么 耗子是什么 等会 就是开了18Z 小宝 耗子 惠娜 那个七宰宰 但是 我 那不丢了 因为我 等一下 耗子 然后我想着就是惠娜娜是一直贴着书书的 这是一直跟我们好人抱团的情况是惠娜娜 参参 叔叔还有浩子 等会 我想一下上一轮的位置啊 嗯 这一轮 我们得留猴哥 得先出个中立 我们看要出乌鸦 还是说你们有提湖的信息 如果不行 我们出乌鸦 过 出乌鸦 呃 上一轮我真气票了 我想一想两狼 三票叫我三票 四票 嗯 七票吧 只能七票 现在中立和狼是一家人 出谁都数 你们自己看 啊 我名乌鸦呀 我贴 我都没贴完 我才贴几个 是吧 叔叔没贴 参参没贴 七宰宰没贴 我贴的都被你们杀完了 王爷我贴给我杀了 不不不 我贴给我杀了 西人我贴过 你们都杀了 你们自己看 我七票 啊 过 我 我是恶魔猎手 然后最后我是在 就是教堂下面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尸体 然后应该是猴哥吧 啊 我这票 想归猴哥呀 过了 随便吧 就这么地吧 你们要想归我 就归我 我印度 我 猴哥杀了个星恩 很烦 很烦 主要是这个垃圾已经拉了 对吧 咱们只能报 不压了 大帝是没了 报身份一样 对吧 我跟踪者 啊 然后上一轮我做了三个好的任务 因为我第一轮我说了呀 我被腐化了 我旁边的旧猴哥和十八日 我怀疑十八日啊 他那个坏坏发言太明显了 那个发言状态 对不对 我怀疑的十八日吧 然后呢 我腐化了过后做了三个好的任务 等会你们出去可以看进度条 后面报身份呗 过 大白鹅 我觉得 找不出来就出猴哥 找得出来的话 就出那个一次醍醐 但我不确定 反正现在在我这的话醍醐是开 如果有的话 只能是开在灰辣辣跟七仔仔 可是他们是后周围的发言 所以 我这里归不了票 如果文章文打 就只能先出来 下来没了过 但是 先出狼的情况下 醍醐现在没有开饭了 对吧 猴哥是一个定狼 十八日是乌鸦 然后 我从第一轮开始 全程是在跟着苏苏 苏苏是有我视野的 对吧 三轮的报警位 然后有好人任务进度条 浩子是 点彩18Z的一张牌 上一轮 他是怀疑18Z的一张牌 然后 宝哥拍了身份 我加拿大 七仔仔 我这边的视线不多 保险一些的话 但我觉得出猴哥的话 不是很妥 我觉得可先出 乌鸦 因为猴哥他 刀人他可以报警的呀 对吧 我有点想出 18Z 过 等会啊 想出18Z 你出个乌鸦有什么用呢 出我 王 王狗是第一轮被出去的牌 他说他是链子 但进去没有见到双十这个型 他所以说他一定不会链子 18Z是一个乌鸦 保险起前不应该出个狼吗 为什么要出乌鸦呀 我归票 我肯定归一狼啊 我并运员 投猴哥呀 最保险的应该是投猴哥吧 过 这会浪不太好啊 这七奶奶 能不是提狐 啊 这七奶奶不是提狐 真的离谱 啊 哎 这人投的 牛啊 牛啊 我流浪是为了要跟提狐打 我的我的 我上 我是提狐 我不吃人 哎呦天 你肯定得等下一轮再吃饮呢 哎呦我的天 没想到吧 愿能评票 我变态呀 我看不到了 这是谁啊 哦 这是我 哎 猴哥 对 给你一刀 猴哥你傻刀子 加拿大呀 猴哥说话 哦 忘了 没记住 说 我 我不所谓 我过 那你们看嘛 偷谁嘛 你们后面归个票呗 过 我觉得 其实有一个点啊 就是会了呢 上一轮有一个点 其实说是对的 现在没有那个什么 现在唯一的好人刀在保公公呢 但是呢 他还是个恶魔猎手 也就是说 他但凡要去动刀 就要去动刀的话 就只能闷开 对吧 乌鸦如果他因为已经没有拉铃了 乌鸦就只管贴贴了 直接乌鸦时刻 某某刀就完事了 如果把猴哥留着 他刀一个人还能报警 我们好人这么多 我觉得稳扎 稳赢的就是出EBJ啊 其实我觉得 外套上一轮说的没啥问题 要出EBJ了 因为你盘不出去 把鸡仔打出去吧 咱们可以优先出一个乌鸦吗 因为乌鸦其实跟鸽子不一样 我觉得可以出乌鸦 挂 还出乌鸦 为什么要出乌鸦呢 让贴呗 我想时刻还能躲呢 盘出了就没得玩了 对不对 上吧吧 猴哥 投了呀 我冰原 我如果是提湖的话 我以吃猴哥 他是个狼 那场上还有个中立的乌鸦在 为什么 我不选择去吃 餐餐跟宝公公 我吃几个进来气票一样打 我那么着急去投猴哥干嘛呢 对不对 上了三人气票 投猴哥呀 一二三 如果好人在场的投猴哥呀 谁投的我呀 我冰原呀 我是提湖 那你餐餐跟宝公公死不死 上一轮 第一轮的时候 我们待那么久 对不对 为什么要投个乌鸦呀 我觉得 投狼 他是最保险的 你竟然盘不出提湖是谁 那只能相信宝公公 过 不是 我上一轮 这一轮肯定是投猴哥 没问题 这一轮不要分票 就投猴哥 上一轮为什么 因为我拉零了 我们只能确定 猴哥是定狼 斯巴西是乌鸦 他都已经名乌鸦在打了 然后我们排不出提湖 我们肯定得留刀口跟提湖便 那我们现在好人的刀只剩一个要去吃满罐子的一个恶魔猎手 对吧 我们只有这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肯定要先出最稳的情况下 我们肯定出乌鸦 所以我第一轮 我发言的时候说 我们排不出提湖 我们就出乌鸦 所以我投的是EBZ 我没有想投猴哥 是因为他可以去跟提湖打 是因为这是拉零的原因 但这一轮我们必须得出猴哥 过 出猴哥吗 猴哥不是七票啊 你输出能是个什么好人 对吧 三一轮前两轮我看看一下情况啊 你们的抱团情况 到这种七票的话 嗯 七票嘛 好吧 大哥七票了 我七票大哥 过 没多的信息 七票 啊那就猴哥过了 结束吧 啊 我真的觉得应该出乌鸦 结束着折磨的一把 对啊 我也觉得出乌鸦 不出天道的钻石 我是这样 没有提湖了 哪有提湖了还 没提湖了那票 没提湖呢 这实料是全了 气了气了 没有提湖肯定出乌鸦的嘛 深属啊 人老念 深属啊 人老念 念 气了气了 哇操 我这大白鹅的 哇靠 牛啊 抱个大白鹅 跟我玩懵啊 我操 哈哈哈哈 哈哈 他适合呀 我没骗你啊 好慢 他也许是 好吧 你爱他 你爱我 你爱我